我们会使用这种水瓶的穿刺 那我们在穿的时候呢 第一 哈喽大家好 我是Amy老师 这一集呢 我要来教大家认识花艺铁丝 那花艺铁丝的用途是什么呢 它其实主要是针对 对于一些比较软弱的花材 比较柔轻柔蜜的素材 去针对它呢 去做扶正加强的效果 因为它本身的金 没有办法维持原本新鲜 鲜花的时候的样子 因为金它其实是传递 植物在传递水分的一个部位 所以说它在干燥完 或是在加工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维持原本的样子 那花艺铁丝呢 其实还是有分很多颜色的 如果说你到茶行里面 老板我要买花艺铁丝 他一定会问你 你要什么色 你要什么颜色 花艺铁丝其实有分为 所谓的绿色 咖啡色 白色 以及裸色 顾名思义 绿色呢 就是我们常用到的 使用到像鲜花 跟它的金的颜色 是做比较接近的配置 然后像咖啡色呢 我们会使用到的是 干燥花的部分 因为干燥花 它在干燥完之后 它的树枝 尤其是玫瑰花 它的金会呈现黑核色 那还有所谓的白色 比方说是在一些 经过漂白后的一些素材 比方说永生的一些 漂白的叶子 它本身的叶子是白色的 你的加工的金 可能是使用到了 可能咖啡色或绿色会比较没有那样的自然 所以我们会使用到白色 它有种色所谓的裸线 其实顾名思义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它是赤裸裸的 我们像是针对永生花 我们要去做一些穿刺 去做它的金的部分的时候 那旁边并没有多余的纸张去做受阻 我们要去让它做它的支架 它的金的时候 使用裸线使用起来会比较不会容易受阻 受阻挠的感觉会比较顺 好你选完颜色之后 老板一定会再问你 你要几号铁丝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铁丝的包装 它的外面呢 都有写着号码24 然后这一包是22 它其实代表铁丝的软硬度 铁丝的号码如果越大 它的数字越大的话 铁丝的软度就越软 如果今天你的铁丝的号码越小 表示你的铁丝的硬度就越硬 不是代表这一包里面有22根 或者是这包里面有20根的意思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铁丝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会使用这种花艺剪刀 或者是多功能剪刀 或是铁丝剪 我们不能用一般的家用剪刀 去做剪铁丝的动作 之后呢 Amy老师呢 还会再详细的介绍 花艺剪刀的特辑 Amy老师呢 最常使用到的铁丝呢 是22号跟24号铁丝 比方说是像这种永生玫瑰花 一般来说我们会使用到的呢 是22号的铁丝 大朵的玫瑰花 会使用22号的铁丝进行为它加工 我们会使用这种水平的穿刺 那我们在穿的时候呢 第一 因为玫瑰花它的干完之后 它下面的这个金呢 会有点类似呈现是黑咖啡色 所以我们会使用22号的咖啡色铁丝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在它一半的时候 会这样子对折下来 对折下来的时候 刚好这两支铁丝的硬度 刚好可以支撑 一朵永生玫瑰花的重量 所以我们一般在使用 永生玫瑰花的时候很常呢 会去使用到的 是22号的咖啡色花艺铁丝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将它跟花艺胶带 把它包覆起来 那这样子我们的玫瑰永生花 就先完成的支架了 24号铁丝呢 它比较软一点 那我们在使用到的时候呢 比较常会使用到的是 对于满天心这个素材的加工 因为满天心第一 它的花包比较小 而且比较轻 所以说呢 它在做加工的时候呢 如果使用到22或20的话 第一可能会太硬 铁丝太硬 所以导致于 它的花包你在 在进行加工的时候 可能本身的支架 它的树枝 满天心的树枝容易断掉 所以我们在使用24号铁丝的时候 相对的 它的这个铁丝的软度 跟满天心 它本身素质的硬度 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我们会使用到24号的铁丝 去做满天心的加工 到这边呢 可能还会有同学问我说 那是不是所谓的20号铁丝 或是18号 或者是26号28号 就用不到呢 不常使用呢 并没有 并不是这样子 约印的铁丝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使用到的是 另一种的穿刺法 比方说 像刚刚我前面有提到的 20号铁丝 我们会常用在太阳花 或是庭圆玫瑰 但因为它本身的 加工处理方式 跟永生的玫瑰花 不太一样 所以说 我们的 庭圆玫瑰呢 我们会 一般来说 会比较常使用到的 是20号铁丝 那20号铁丝呢 在加工的时候呢 会使用的是这种 倒钩穿刺法 像这样 这是20号铁丝 那它如果说 这么硬的素材 如果直接 往旁边穿的话 永生花的 这个 花地头 下面的这个筋呢 可能会断掉 所以我们是采用 一支法的方式 做倒钩的穿刺 然后刚好 一支20号铁丝的 硬度 刚好可以等于 庭圆玫瑰的树枝 的硬度 去做穿刺 然后最后呢 再将铁丝跟 上面 放它地的地方 粘起来 是20号铁丝的使用方法 那再来 如果说在更软的 26号铁丝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使用在 木满天心 或者是永生锈球上面 那永生锈球呢 因为本身它非常的软 它的筋本身 就已经 不像干燥的时候 那么的硬 它是比较软的材质 比较软的质地 所以说我们会使用到 是比较软的 26号铁丝呢 去为它进行加工 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说的 比较软弱的花材 把它进行扶正 然后加长的效果 那目前我使用的是属于 这一种 缠绕法 做固定 那也因为铁丝比较够软 才能够进行这样的 缠绕方式 如果说是到码数比较小一点的 然后比较硬就没有办法 这样做缠绕了 好完成 今天呢 Amy老师的 花艺铁丝教学呢 到这边结束 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说 有更多的想法 或者是在 制作上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或是什么样的素材 不知道使用几号铁丝 也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给Amy老师 Amy老师呢 都会一一的做 查看和回复哦 那喜欢的我的影片呢 记得订阅我们 不要错过Amy老师 更多的花艺知识教学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了 BGM 我们下次见 再见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